當時大國長得大 亦都很不幸地傳來一些濃煙 以及濃滅的不明的異味 居民的說法就是類似燒焦的臭味 其實我們綜合了多位的議員同事 多位的議員同事 分別都會收到不同的居民身體感到不適 除了說是頭痛、腹射、吐心、不適 以及氣速眼痛、喉乾之外 甚至乎有居民誤以為是否在哪裏放催淚彈 今次我們會見到除了剛才同事所說的環保署 那個可吸入的懸罰粒子的指數 以及空氣監測的指數 其實是嚴重超標 包括荃灣、葵青、深水埗 以及尤尖旺區、多區 其實我們都是發現到濃烈的氣味 但至今政府沒有任何一個部門出來解釋、解說 到底這些氣味會不會對公眾、對社會造成影響 我們完全不明白為何政府到現在都不願意去開城布公 去說回發生甚麼事 民政署作為18區的地區協調機構 在這件事上的協調工作和一些訊息的傳播方面 都有很多嚴重的不足和漏洞 民政署核下有一個緊急事故協調中心 他們都回應只是僅僅適用於陸上的火災 或者山泥傾瀉這樣的事故 亦協助大廈受災的居民做一些善後的工作 但是在這個指引入面 我們都很明顯看到 他們是沒有將一些海上火警、氣體洩漏 甚至乎一些有關氣體等等的問題 都是沒有被列入這個指引入面 所以導致這件事的處理 在民政署的角度來講 都是不符合受災區居民的期望的 所以拍照 在這邊拍照 在這邊拍照 特別是有關於火災等等 所以我們就有幾個秩序 有更多多空氣體 我們就在這裡拍照